大家好,欢迎来到《陌路狂》 今天咱们介绍一部韩国的苦补飘,假发,又名《鬼伤头》 剧情略显混乱,请大家耐心观看 故事开始,癌症患者秀贤目光呆滞地看着男人伤心地收拾行李 不禁想起了自己,应该也会和男人的孩子一样慢慢死去 就在他心灰意冷地想着如何结束生命的时候 姐姐智贤却谎称他已痊愈,刻意接秀贤出院 还专门挑选了一顶漂亮的假发送给了秀贤 就这样志贤带着妹妹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秀贤看着镜子里光秃的自己很是自卑 便拿出姐姐送的假发,刚戴好就听到房门被人打开的声音 扭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再次看看镜子里带着假发的自己 竟然和志贤判若两人,不仅漂亮了不少,而且气色也恢复了很多 这让秀贤很是吃惊,而后细细端上起来 吃完饭时,秀贤看着姐姐不注意,竟然调戏姐姐的男友基石 如果基石不喜欢姐姐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自己 毕竟自己也是一个女人了 第一天,姐妹俩一起外出游文 就在小妹帮忙给两人拍照时 竟发现镜头里秀贤的头发诡异的飞舞 这让小妹倍感惊悚 回家的路上,秀贤表示自己的病可能真的痊愈了 这样出来一天,也没有一丝疲惫感 回到家,姐姐叮嘱秀贤吃下药 就在她准备睡觉时,志贤建议妹妹这道假发 妹妹却不予理睬 志贤刚走,秀贤就吐出刚刚吃的药文 她甚至自己的病没救 出院后也就一直没吃那些药文 志贤则独自一人坐在客厅发呆 突然看到强症的惯化陷入了沉思 原来她曾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雕刻家 在自己的艺术展上,男友及时 却以学生有事为由,没有及时参加 这让志贤很是恼火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志贤还不忘打电话埋怨男友 前面的货车司机忽然看见一个倒挂的人头 害怕得赶紧急刹车 却意外地出现多起追尾事故 累随其后的志贤也没能幸免 甚至被货车上的钢筋直插脖子 从那以后便不能正常说话 第一天好友小静来找志贤倾诉苦衷 她得知老公已出轨 内心很是苦恼,不知该怎么办 吃过饭后,志贤在妹妹的房间找到了小静 她趁休闲洗澡,正带着她的假发左右端详 看似心情好了很多 表示她知道该如何让老公回心转意了 随后换上性感的衣服 带着假发,找到了酒吧的老公 而这边的志贤却听到妹妹房间传出异常的喘息声 用力推开门后,见到妹妹痛苦的在地上呻吟着 嘴里还不停的嘶吼着假发,假发 志贤立刻给小静打电话所要假发,却无人回应 就在她躺在沙发上焦急的等待时 突然听到阁楼传来声响 便爬上去查看,竟发现妹妹在低头看自己的脸皮 就在几倍发凉的时刻 那张脸又朝自己飞了过来 突然志贤从梦中惊醒,原来是虚惊一场 此时耳边又响起了音乐声 顺着声音来到厨房 只见妹妹戴着假发,身体伴随着音乐 陶醉的左右摇摆,她似心情大好 这时警局突然打来电话 原来是小静死在酒吧 而她手机中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志贤的 因此第一时间通知她协助调查 在小静的葬礼上 她的妹妹则认为当时一定还有别人 而且小静死时仿佛老了十岁 参加完葬礼的志贤刚回到家 就接到了妹妹的短信 便来到酒吧 她第一眼就见到了吧台前的男友基石 而此时的基石正梦不转睛地盯着性感妖娆的妹妹 根本没人注意志贤的存在 此时的妹妹正妩媚地扭动着声躯 而接下来更让志贤难以置信的是 妹妹竟然搂着基石从自己身边经过 在她面前亲密地跳起舞来 完全把志贤当成空气 怒火中收的志贤却来到了厕所 对着镜子尝试说话 却无济于事 就在此时 秀贤走了进来 仍无视她的存在 洗完手之后 沾沾自喜地表示 看到我的舞蹈震惊了吗 志贤不知如何作答 只好气愤地离开 就在秀贤美美地端详化妆镜中的自己时 突然从里面露出一张恐怖的面孔 吓得她直接扔掉了镜子 刚趴在地上准备去拿镜子时 又听到马桶里传出声响 吓得她立刻拳缩到墙角 紧接着从天花板上掉下一具尸体 这是已经死去的小镜 还有头发不断地从口中吐出 第一天志贤找到基石 甭想谈谈两人的事 但基石却直接踢出分手 志贤刚走 秀贤就来了 基石知道志贤担心妹妹 便及时告诉她秀贤的情况 而此时的秀贤却异常主动地诱惑着秀贤 口中还不断地喊着老师 秀贤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把推开秀贤 并表示我不是你的老师 这时刚好志贤过来接走了妹妹 可回到家后 志贤竟听到妹妹在卫生间喃喃自语 透过蒙缝只见妹妹自言自语地梳着甲发 可随着蒙缝越来越大 却看到了更恐怖的一幕 甲发的主人倒挂在天花板上 与妹妹在面对面说话 吓得她直接瘫倒在地 气都不敢出一下 接着妹妹拿着甲发 从她身边经过 询问姐姐怎么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志贤赶紧冲进妹妹的房间 把甲发从妹妹头上揪了下来 跑回自己房间将门反锁 用剪刀剪断了甲发 根本不离门外疯狂砸门的妹妹 最后妹妹拥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被送到医院的妹妹经检查 经惊人地发现癌症的状况不再明显 可通过骨质检测 却发现秀贤在急速变老 病床上的秀贤突然感觉头皮发痒 随即不断地伸手抓挠 竟扣出了很多的药文 当医生赶到时 只见床上满是鲜血 人却莫名消失了 志贤赶到医院后 突然想起妹妹曾经说过 头发记录着人的记忆 所以猜想应该是那顶假发在作祟 于是来到了当时购买假发的商店 从店主那里志贤了解到生产假发的工厂 谣传他们不仅用死人的头发 而且也接受自杀者的头发 厂长也在制作假发时猝死 现在只留下一个女儿 志贤找到了已经废弃的假发工厂 在这里他见到了已经发疯的厂长女儿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不该做那顶假发 原来是制作好那顶假发不久 厂长便莫名死去 他的女儿也是后悔莫及 因为他知道那顶假发的主人 是一个留着长发的同性恋男孩 正和自己的老师基石谈恋爱 但除了一段时间之后 基石就决定与他分手和志贤结婚 男孩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刺激 最终跳楼自杀 志贤看到这个男孩照片后 突然觉得妹妹的容貌 竟越来越像这个男孩 是男孩在童话妹妹 另一位的基石在家中看到了 戴写的冰号服 意识到秀贤肯定在自己家 接着秀贤穿着婚纱出现在面前 并表示自己就是那个自杀的 同性恋男孩细菌 就在这时 志贤正好赶到 只见秀贤正趴在基石身上 强吻着基石 志贤见状便一把抓住假发 想要揪下这邪恶的怪物 可假发却怎么也揪不下来 反被对方一把推开 基石本想上前阻止 却被同性恋男孩附身的秀贤 甩到了楼下 然后掐着志贤的脖子 准备送他上西天 而志贤也用尽全身力气 死死拽着假发 就在两人僵持时 基石用力撞开了秀贤 最终假发也被志贤成功拽了下来 此时秀贤被基石按在地上 无法动弹 嘴里却不停地喊着假发 志贤则把汽油倒在了假发上面 就在他寻找火源 阻备烧掉假发时 而此时假发好像有了强大的吸引力 则莫名地向秀贤跑去 就在假发快回到秀贤头上的沙满 打火机找到了 志贤赶紧扔出火机 假发瞬间燃起熊熊大火 额残层在假发里的所有记忆 也慢慢消失 此刻秀贤也逐渐恢复正常 姐妹俩抱在一起 甚是欢喜 突然秀贤表示 她的头发一直在长 志贤听后 便伸手向妹妹头上摸去 果然有好多的头发长 然后就发疯似的 把妹妹锁进小黑屋 志贤认为 同性恋男孩的记忆 依然附在妹妹身上 因为身患绝症的妹妹 长期吃药 是不可能长头发的 随后就听到 小黑屋里的妹妹 讲姐妹俩小时候的故事 这时她才确信里面 应该不是那个男孩 产生幻觉 看到了还是那个 戴着假发的男孩 便拿着相机 狠狠地向秀贤头上砸去 一下一下地 发泄着心中的怨恨 直到妹妹一动不动 这时医生打来电话 表示秀贤出院后 就一直没有服药 因为不服药 就会慢慢地长出头发 那样看着也会健康些 秀贤的病情 其实已经好转 希望志贤将妹妹带回医院 志贤看着 血肉模糊的妹妹 气不成声 电影结束 最后简单梳理一下剧情 妹妹癌症晚气 因为化疗家吃药 头发掉光 姐姐担心妹妹 有心理阴影 买了一顶假发 而假发的主人 却是男友基石之前的 同性恋学生 男孩认为姐姐抢走了基石 虽自杀 但冤魂却留在头发里 冤魂便附在妹妹身上 和基石再续前缘 姐姐得知真相后 毁掉了假发和冤魂 最终因为幻觉 亲手杀死了妹妹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就点赞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